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们再把圣经打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五十六节 五十六节啊 下班座 找到没 五十六节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什么叫在他里面 你得吃他肉喝他血 才藏在他里面 对不对 你得吃着肉 你得重生了 你没吃着肉 你怎么能重生呢 是不是 吃主肉喝猪血的人 藏在他里面 这已经告诉了 什么叫在基督里 你藏在他里面 神要试验 看你在不在他里面 怎么试验呢 就动一动你老老旧人 看你什么反应 对不对 动一动 接着环境 动一动你的老旧人 看你什么反应 看你是住在老旧人里头 还是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吃主肉喝猪血的人 他得藏在主里面 主也藏在他里面 对不对 看你什么反应 你如果是为肉体打抱不平 为旧人打抱不平 证明你没在主里面 你在哪里了 在老旧人里就住 是不是 神是诸葛要试验的 看看你到底是真正住在哪里头 你住在哪里 那么你就是 在哪里就有什么反应 是不是 这就会吃主肉 喝猪血的人 就藏在主里面 主也藏在他里面 听清楚了吗 你站在基督耶稣里面 你说神知不知道 早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正好是 筛麦子羊肠的时候 大筛麦子 大羊肠的时候 神要洁净他的肠 把好的手在藏里 把康比用不灭的火烧进来 康比是没有子力的 没有子力的 它不是种子 对不对 是不是弟兄姊妹 神要把好的 收在康里 要大筛麦子的时候 你看现在被筛出去多少 以试验都在哪里活着 都在肉体活着 根本没在基督里 神试验 以试验就知道了 谁是属肉体 谁是属灵的 对不对 体贴肉体的 哪不死 哪不要死 体贴肉体的 你告诉我 它在哪里头 哪个间接不上去 那旧人 哪个药 那旧人 你说它在哪里头 在哪里头 因为住在 族里边的人 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 是不是 他们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 那么今天呢 就不在乎死了 是不是 就不在乎死 那一提到死害怕的 它是 它是在哪里头了 我们看 第十 启述书十二章 第十一节 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在基督里 因为他不爱惜自己生命了 是不是 这是上帝要证明一下 证明 重生得救的人 他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 启述 第十二章 找到吗 十一节 这一节 这一节就知道 这弟兄 是真正的 不爱惜自己生命 说明他住在哪里 住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 他在这里住 这里边 第一小点 第一小点 因为 这里边 不爱惜自己生命了 说明他重备重生 爱惜是 重备重生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性命是不是生命 生命是不是灵魂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 这话看不看清楚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住在桌里面 你怎么知道 这是最关键的 非常不爱惜 主动地约爱 丧掉自己的生命 主动地要脱离 对不对 要脱离老旧的生命 那不想脱离的 你告诉我 重备重生 他住在主里面 这里边 不爱惜自己生命 这经文 在圣经能找多少 来看 约翰福音十二章 这样的经文 能找多少 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重生得救了 他为主的真道的 缘故都不爱惜自己生命了 十二章找到吗 约翰福音十二章 他想落在地里死了 是不是 第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找到没有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接触许多子力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是丧生命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保护出生命到永生 那么这种来说 一个爱惜 一个是 是不是 一个爱惜自己生命 一个不爱惜 不爱惜就怎么着 不爱惜就怎么着 恨恶自己生命 是不是叫 是不是恨恨恨自己生命 恨恨恨自己生命 是不是 恨恨是什么意思 恨恨 你看重生都 以前的约伯 他从来没有说 我厌恨自己 以前都是爱惜自己 对不对 他自己 最后他说 我厌恨我自己 这个里边 恨恨恨自己 恨恨比厌恨还要厉害 新约里头 旧约那个是 约伯 他是怎么的 他说 我因此 我厌恨我自己 什么 这里边说是什么 恨恨恨是什么意思 恨是啥意思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不爱惜的 下面 加重的语气 是恨恨自己生命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二条点 第三条点是什么 主动想脱离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想脱离啊 是 那么他爱惜 他就不想脱离 对不对 第三点是想脱离自己的生命 想脱离 自己的生命 看清楚了吗 我现在跟你讲 一个真正从事 住在主里面的人 第一件事 是什么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第二件 我还恨恨自己的生命 不但不爱惜 还恨恨恨 反过来恨恨是吧 第三点 想脱离自己的生命 想脱离 对不对 看清楚了吗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对不对 因为恨 想保全的 那就不是恨恨了 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要丧掉生命 才能保全生命 对不对 这样的人 是真正的住在哪里的 住在主里面 你看清楚了吗 这几段经文 是不是 想要脱离自己 保诺说 谁能救我脱离 这驱使的身体呢 是不是想脱离啊 那么爱惜 他就不是不想脱离了 是不是 弟兄姊妹 恨恨的人 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 死了应该的 死了 去建筑好的无比 这是保罗的心 是不是啊 弟兄姊妹 因为这是一个 住在主里面的人 的正常反应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正常反应是这样 没住在主里面的 他不是这种反应 他想法上 要救自己生命 是不是要救 神就看看 谁要救 谁要救的人 就是丧掉了 这人保证 就是里面没有生命的 因为正常的人 他是恨恨自己生命的 正常的 重生得救的人 一旦住在基督里边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 厌恨我自己 他不恨我 他想救他 他不恨我 这人 重生重生 得没得救 他没发现 我的生命里头 不存在良善 对不对 他没发现 亚当给他留那个生命 那是属地的 对不对 他没发现 我的里面 没有好的东西 全坏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他保佑 他爱惜 他不想丧掉 听没听明白 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 吃主肉 喝主血的人 藏在主里面 主也藏在他里面 对于应许 好不好 因为 真正吃早点 他就住在主里面 没吃早 他就不住在主里面 不住在主里面 有两个地方住 一个是在自己的老生命里头 一个是主里面 他就选一个 对不对 吃主肉 喝主血的人 他就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里面 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恨恨自己的生命 并且要丧掉生命 好不好 脱离生命 还要怎么样 丧掉 等一会咱们 这个是专题要讲的 丧掉生命 可能今天讲不着了 明天我要讲这个 专题讲的 丧掉生命 对不对 这个要怎么样 丧掉 是不是要丧掉生命啊 但 那个没重生 没得救的人 他没有这个 没发现我自己的 没有良善 没发现 他都爱惜自己的生命 这生命多好 这亚当的生命 给咱们的救生命多好 他都要住在里面 耶稣说 你住藏在我里面 我就藏在你们里面 是不是 咱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主告诉你 藏在我里面 我就藏在你们下面 你重生得救 现在多结果 那么他要求这个 首先他前面 是有一场征战 肉和灵 就两个绿进行交战 交战完了的人 他才发现他自己 他关系自己的生命 厌恶自己的生命 甚至要脱离自己的生命 甚至要丧掉生命 是不是 脱离 去死的身体 要丧掉生命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正常的反应 是不是 他往肉体里停 他有没有这种反应 没有 没有这种反应的人 百分之百的没重生 百分之一百的没重生 你听明白吗 没有这种反应 就是 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去死的身体的 这是第一个反应 这是重生得救的 第一个反应 是不是 他没有这种反应 他就没有这种反应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恨恶自己的生命 谁能恨恶自己的生命 就要得到生命 这就说明他已经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了 这圣经的话 对不对 恨恶自己的生命 表明已经得到生命了 得到生命还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那么你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就表明你已经没得到这个生命 你将要失丧生命了 对不对 说明你听到的时候 起初听到的时候 给哪 给谁听的 给肉体听的 你听到那天 就不是给灵听的 就不是给生命听的 那是给那个肉体听的 给那个老亚当那个生命听的 站在住在亚当里听到 最后呢 给亚当听 谁一说送掉生命的 你跟谁干 跟谁干 情欲和谁相争啊 圣灵相争 如果你今天 你这个属情欲的人 外外给你道 你不接受的 你跟这个道还相争 你不爱接受这个道 当重生得救的人 他也得脱情欲 不然呢 重生得救的人 那情欲跟圣灵相争 对着干 听不听明白 那么 没重生没得救的人 对着道干 不接受道 坚决不接受道 你像三次会堂 你叫他你说 来你听听王一号讲那道 是不是真道 你看他能不能听 他非常不听 他说什么 讲错了 讲不对了 他得这么说 那么今天我讲得救的道 有人 咱们中间有一些人 勉强地接受 为什么勉强接受 就是看别人接受 他看这道也行 但他欢喜领受 几只未到遇见事件 都退缺了 是不是撒在那个 石头浅的土地上 有没有根 没根 是不是 这就耶稣基督讲到 讲的什么呢 两等根基 凡听见我这话 就是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的人 把房子根基 扎在什么地方 盘石上 雨林水冲 风吹壮的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 立在什么地方 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 薄去行的 好比一个淤卓人 把房子根基 扎在什么地方 沙土地上 雨林水冲 风吹 撞到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 并且倒塌很大 现在倒塌的人 多不多 都倒塌 全部倒塌 在哪里建造的 在哪里 杀土地上 是不是在肉体上建造 肉体 给肉体信耶稣的人 最后都得倒塌 我再说一遍 给肉体信耶稣的人 都得倒塌 不能重生得救的 好不好 你把倒塌到肉体的 这就等于 把新酒往哪里装了 把新酒往哪補了 听没听明白 咱们今天 把新酒装进哪里 把新部往哪 新部做新衣服 不能补 对不对 谁补了 新酒掺和在一起 就完蛋了 好不好 我再说一遍 亚当的生命 就是亚当的生命 不管是外面 都不能拆卸的一个件 放在基督身上 基督那就是新的 是不是 就是新电脑 你不能把那旧电脑的件 往那新电脑上 往那价格 往那安装 好不好 因为它不兼容 你懂什么叫不兼容吗 什么叫不兼容 不匹配 对不对 不兼容 它根本就不 它不是那个东西上的东西 是不是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 越先进了 越来先进了 弄到破电脑 不行到老式电脑 还能查了内存条呢 往上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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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心里 你会把心里 是不是插坏了 他这么安不让的 他不能上边东西往哪 新人和旧人一不一样 旧人的东西 拿过来就往新人上安 能不能安上 配不配套 坚不坚容 他不兼容啊 因为新人是属天的 旧人是属地的 对不对 新人是新亚当的 旧人是老亚当的 他俩根本不是一样的 你往那安 干嘛 新人是属灵的 老亚当是属肉体的 对不对 新人是属天的 老亚当属地的 新人是被生的 老亚当被造的 那根本他不是一回事啊 你非得往一起安 能不能安到一起去 所以我死基督活 我死基督活 对不对 老亚当那个旧间都得给破灭了 都得给它粉碎了 行不行 咱现在 咱举个例子啊 我们过几年 这个车它就报废了 报废了 最后就送到那个 那个什么地方呢 报废车站 报废车站 最后他拿那个什么东西 给你 啪 一颠就碎了 最后又买一台新车 是不是更新了 这更新的新车 有没有那旧车的件 没有 一个件都没有 对不对 人家新车是新出厂的 听不听明白 比如说辽宁航母 辽宁航母是不是 瓦梁阁号改装的 是不是改装的 等将来的辽宁这个 这航母退役了 现在呢 又出来了001 002 003 航母 是不是 那么这个001 002 003的航母 有没有辽宁号的 那个 上面那个件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那监控系统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旧件里头 没有 发动机有没有 没有 那温热力有没有 是不是采用那个 辽宁航那里 把它拆下来 装在那个001 那个航母上 那里边那个 那个电磁炮 有没有 没有 都没有 那里边的 所有的物件 全部都是更新的 是不是 都是 焕然一新的 听没听明白 没有一个旧件 那么咱们从天上 从基督来的那个 有没有亚当的东西 来的 有缠和 没有 那缠和这不就完了吗 那么就还等于把 把什么呢 把那新酒往哪里装 酒皮带里装 听不听明白 我讲分开分开的 有许多人到现在都没分开 一提到亚当这个生命 他马上就开始打帮枪 打爆无评 替谁打爆无评呢 替亚当打爆无评 替你救人打爆无评 你说这人能不能好了 这里边说什么 吃主肉 喝猪血的人 就藏在主里面 那么这群人 吃没吃主肉 喝没喝猪血 藏在主里面的人 你看到 藏在主里面的人 不是不爱惜自己性命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恨无自己生命 第三点 想要脱离 第四点是 丧吊 人体丧吊了 那是重生得救的人 高高兴起 感谢主 他说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 就一同怎么样 得荣耀 他都高兴得荣耀 感谢主 我不怕受苦 至散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成就 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对不对 听不听清楚啊 对 他要爱惜自己 什么要救 要救对不对呢 要救自己生命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主就这么说的 是不是啊 我们再回到 约翰福音第六章 知道的吗 第五十七节 永活的父 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怎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你活着是因耶稣 那个生命活着的 就人活着的乃是灵 那个生命 是耶稣的生命 是不是啊 往下看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十三节 懂了吗 第六章六十三节 就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个生命 是主的话 不是亚当那个生命 对不对 听不听明白 叫人活着呢 乃是灵 对不对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必须得到这个灵 这个生命 必须得到主的话 主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好不好 你住在主里面 我给你先擦掉 这人活在是什么 第几个 是第九点吗 第九 叫人 活着的乃是什么呢 乃是灵 是不是是灵啊 叫人活着才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这里的肉体 就包括了亚当的灵分体 都在都包括在内了 肉体是无异的 就是亚当那套东西 是什么呢 是无异的 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什么意思 肉体是无异的 对不对 叫人活着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是我们没有好处的 他下面说 叫人活着乃是灵 那么乃是灵 这个灵是哪个灵 原来是灵 叫人活着乃是我的灵 你的灵不是叫人活着 对不对 你看到格林多后书 格林多前书 不是后书 十五章 叫人活着灵 这是哪个灵 咱们这必须看看 叫人活着 肉体是无异的 那么第一小点 叫人活着灵 是主的灵 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 叫人活着 灵 是主的灵 是主的灵 不是人的灵 对不对 叫人活着灵 是不是不是人的灵啊 是 你咋看呢 叫人活着乃是灵 就以为这灵是谁的灵 亚当灵死了 他自己都没活着 对不对 亚当的灵 说在伊甸园 吃到那儿 必定死 说死了 那叫人活着灵 不是亚当的灵 你不要以为 今天叫我活着 你现在的 你如果不接受耶稣 没重生的 那是私欲在这里面运行 对不对 私欲在里面 来 你为私欲活着 私欲在里面 做主 对不对 那个灵已经是死的 是沉睡的 就如同死了一样的 跟神已经断绝 那个叫人活着灵 是谁的灵 叫人活着灵 是主的灵 不是人的灵 好不好 因为你看这段经文 第十五章四十五节 经上也是这样 记着说 首先的人 亚当成了 有灵的活着灵 空虎里面 这个有灵的活着灵 这灵可以翻译成血气 成了有血气的人 对不对 这灵可以翻译成血气 我那场课已经讲到了 亚当的灵是输血气 所以他能死 听不听明白 你吃的那人必定死 不是他的肉体倒地上了 而且他的灵已经死了 对不对 他的灵已经是无知觉了 现在肉体里边装的 萨达把他邪情私欲装在他里边 他是靠着私欲活着的 靠着本性活着 跟动物一模一样了 听没听明白 听清楚了吗 叫人活的乃是灵 这个灵 是哪个灵 是末后亚当的灵 知道的吗 下面再看 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灵 末后的亚当 是基督的灵啊 叫人活的灵 是末后的亚当的灵 不是前前亚当的灵 那我不是因为我的灵活着吗 听清楚了吗 叫人活的灵 是那个末后亚当的灵 末后亚当是指基督说的吗 是不是指基督说的 所以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意的 这里的肉体包括了 亚当的灵 魂 什么呢 体都在这里头了 这个灵魂体 在神看的是虚的 是死的 对不对 这是出血气的 灵魂体是不是都是血气啊 这能不能叫人活 他能叫人死吗 对不对 他能死 自己都能死 不能叫人活 所以这就没错 末后的亚当 就是指基督说的 成了叫人活的灵 对不对 末后的亚当 就指基督说的 成了叫人活的灵 那么没有基督的 咱们今天 没有基督的灵 行不行 能不能活 你们死在过犯 和最后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活过来是怎么的呢 是基督的灵 住进你心里头了 这是真正活过来的 对不对 你们从前死的 今天活过来 怎么活过来 咱们都回到基督身上 基督从死里复活 你就跟着他 一同活过来 对不对 基督他能胜过死亡 胜过阴间 他能从阴间里脱离出来 谁要 你这个亚当的灵 进到阴间 谁要不叫你出来 你这一辈子出不来的 对不对 听不听就明白 那阴间能灭了你 但耶稣这个灵 是教人活的灵 能够胜过死亡 胜过阴间 胜过黑暗的权势 胜过罪恶 是不是 胜过撒旦 胜过世界的 说明说 他是得胜的灵 是教人活的灵 听清楚了吗 那么神就把这刀 就放在圣经里头 看谁是属神的儿女 就能抓住这刀 是不是 道是不是给我们属神的人 得最好的应许啊 是 他告诉你 教人活 他说说 教人活的乃是灵 你就找这灵 就找到老亚当的灵 完不完啊 亚当的灵是 活着是死的 耶稣这个 不但能够胜过死亡 胜过阴间 他不但自己能活着 而且能教人活着 能教人活着 听清楚了吗 是不是 这是能教人 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对不对 教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个灵你说 能力 有没有能力 死亡他都能胜过 阴间都能胜过 你说谁 人的灵能胜过死亡阴间吗 不能的 所以这个教人活的灵 是谁的灵 基督的灵 听不听清楚啊 这是最关键的 不是亚当的灵 好不好 对不对 而且这个灵是什么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 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这灵能力大不大 也叫神儿子的灵 也叫 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灵 对不对 对不对 再看一段经文 看罗马书的八章 咱们看看罗马书的灵 八章 十一节 知道的吗 十一节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 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 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必死的身体是哪个 亚当的 又活过来是哪个 基督的 我讲过这个地方 对不对 人 你看 有的人说 这基督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必死的身体又活 必死的身体 是哪个 老亚当那个 又活过来那个 是哪个 基督那个 你看 这好像在一起 好像是一句话 其实它是两句话 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是基督的身体 对不对 又活过来不是我那个 要是我那个 就不叫必死身体 它两句话写在一起去了 必死身体是我的 又活过来是主的 就像耶稣基督那身体 是必死的 最后又活过来了 那么必死那是亚当的 是我的 又活过来的是谁的 基督的 这句话能听懂吗 你看 亚当的旧形象 是不是在基督身上了 正在基督身上 亚当的旧形象 是不是 样式 是不是都在基督身上 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有的人就以为 我的肉体又活过来 又活过来是灵 活过来的是灵的 死的是肉的 是不是 活过来的是荣耀的 死的是羞恶的 对不对 死的是有罪的 活过来是无罪的 死的是不圣洁的 活过来是圣洁的 死的是属地的 活过来是属天的 死的是亚当的 活过来是基督的 死的是人的儿子 活过来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听没听明白这句话 这是很麻烦很麻烦的 很麻烦很不容易理解的 对不对 但主的灵的如果 在我们心里头 那么你的心蒙光照着 你就能理解了 死的是受受 受造的 活过来是造物主的 对不对 听没听明白 病死身体又活过来 死的是病死的 那活过来就不死的 对不对 因为病死的 变成不死的 这个变不是转化 不是那个 这个救人转化来的 对不对 不是救人进化来的 乃是谁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住在我们心里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这个灵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 住在我心里头 听没听明白 这住在我心里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住在我心里头 那么就是谁的灵 住在灵 什么儿子的灵 对不对 住在你心里 住在我心里 这个地方一定要用心来理解 你不能用人的脑袋 从脑袋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住在我心里 最后我的 逼死身体又活过来 就是那个 逼死的身体活过来 逼死的身体 活过来那就不是逼死的了 好不好 他就叫逼死的 他肯定得死 他活过来的肯定是不死的 活过来还是逼死的 那活过来还有什么用 活过来还得死 你说还有什么用 对不对 听没听清楚啊 活过来就是不死的 那么今天你要是逼死的是要不死的 是要活过来的 是要那个永远活不过来的 你是要叫人活的灵 还是要有血气的灵 对不对 这就是奥秘 对不对 这不是受血气的人能理解了的 得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 才能看透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实实在在的 不是我们头脑内想象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咱们叫人活的灵是哪个灵呢 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好不好 是不是啊 你看我给你查这几段经文 都是神的引导我 不然的话我想不到这些经文 他有的时候他在里面就想 就叫我想起来那个灵 就想起来那句话 圣经有没有这句话 圣灵来的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说过的吗 在哪一章哪一节 圆安福音几章 十六 先看第十五章 十四章啊 第十四章 第二十六节 十四章的二十六节找到吗 十六章 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啊 别整错了 二十六节找到咱们一同来读 一二当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 你为什么这个传道人 他能够想起这么多的新闻呢 他怎么能想起 谁在里面做工啊 圣灵做工 所以不是他自己有记忆力 你不要往外耗的记忆力太好 你太夸我了 你那么夸我干嘛呀 不要拿人夸口 我里边有圣灵 圣灵在给一个 有讲道安慈这个人 他就想起 就能详细这段经文 对不对 所以这段经文 他是圣灵在这里面 要教你 详细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不但详细一句话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这笔 十六章 十六章 第十三节 还是约翰福音十六章 找的吗 一 二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 感谢主的恩典 他要怎么样 要引导你们明白 括弧里面是什么 进入 进入真理 我讲的 咱们今天呢 就光从字面意思 学的是知识 神还得带领你所有的人 接着实践中间 叫你所有的人 不但在知识上 而且在见识上 实际去进入这个真理 对不对 你去经历这一真理 就进入这一真理 你光学习 那叫知识 听没听明白 实识得着 神哈地叫你得着 好不好 他叫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 还有一句话 是在十五章 十五章 第二十六节 十五章第二十六节 找到吧 但我要从父那里 才保会时来 就是从父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原来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你从哪时候 与主同在的 圣灵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耶稣升天前 是不是对使徒说过这样话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咱们是不是见证人 咱见证的事 倒是见证咱们家 吃的好喝的好 真是长个水 吃货 饭桶的货 水烧 要没有粮 它就是饭桶 对不对 水烧没有粮 是叫啥名 听不听明白 是不是 就知道吃 要信耶稣 就是为了吃 为了喝 为肚腹 是不是 是不是 在信耶稣 就是为肚腹 是吗 不是 为什么 为了生命 耶稣已经应许了 我来是要教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方胜 得生命还不够 得得更丰盛 对不对 得恩点不够 恩上再加恩 得利还不够 利上加利 融还不行 融上加融 是不是 这是神应许给我们 我们不能把这个应许给废掉了 对不对 咱们今天将来是不是要 融上再加融啊 利上再加利啊 你才能做王呢 好不好 好 否则你拿什么做王 你的资本是什么 咱们资本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积攒的财富啊 属灵的财富 对不对 今天咱们神把一切方圣都有形有体的给你 积蓄在基督里面 你到基督耶稣里就能得到这个方圣 所以就看每个人每一天是否是住在基督里 因为你一切的积蓄的方圣都被神都积蓄在基督里的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先看第一张 哥罗西书 找的吗 咱们先看第一张 我看是第七节啊 那个十九节 一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 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 都在他里面怎么样 居住 那么我在哪里得丰盛呢 再看第二张 第二张 找的吗 第九节 因为神 百姓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你上哪里得丰盛 你上错地方了 你还有丰盛吗 你跑亚当里得丰盛啊 就那亚当的生命 在亚当里得丰盛 住在亚当里死定的你 好不好 先要考验一下 看谁 住在亚当里头 看谁 住在基督耶稣里面 谁 住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就 不但得救 而且得丰盛 而且得丰盛 得荣耀 得奖赏 得冠冕 对不对 听不听清楚啊 我们再看啊 我们再看 这是 咱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丰盛 那么就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叫人活的乃是灵 那灵是谁的灵 叫人活的灵是主的灵 第二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 者的灵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 者的灵是谁 是神的灵 叫基督能从死里复活者的 对不对 这是 叫人活的乃是灵 对不对 好回头再看第六章 这里面说 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意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神的灵 原来不一样 原来不一样 第十点 这里面说 叫人活的乃是灵 下面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主对我们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神的 是不是 主 对我们 不是对鬼说的话 对鬼说的话 那不是 对不对 主对我们 所说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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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 你今天谁听到 听明白了 你听清楚了 你以后不会翻到的 你今天听清楚了 你不会翻到的 主对我们所说的话 是不是灵 是生命啊 对 还是四居 是灵 是生命还是四居 四居叫人怎么样 四居 经义是叫人活的 经义那个经义叫什么呢 经义啊 是不是经义啊 经义是叫人活的 是不是啊 圣经中间的灵意 这三个可以通用 这个经义啊 灵 还有 灵 或者是什么 灵意 可以通用啊 经义 灵意 可以通用 有的时候那心 是不是啊 心灵 那个心 可以用作什么呢 灵意 那这个灵 都是哪个灵呢 叫做活的那个灵 对不对 不是你老亚当那个灵 那个经义呢 也叫灵意 那起初说 圣经中间的灵意 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假如你看见这句话 你是以资许出现的 它不是经义 对不对 假如你这话 你光背那个资许 谁爱是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死赐给他们 就一切信他的 不知灵亡法的永生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现实公义的 必要说明我们的罪 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感恩神这么一种 你看 就完了 这是什么 不是灵意 不是经义 听了听明白 那什么是经义呢 你比如说 我再给你举例子 使你们叫 必死身体又活过来 你念这句话 神念了 你看 必死身体又活过来 哪去了 跑哪去了 这必死身体又活过来 完了 跑哪里了 跑入地里 跑压房里 这是不是四句 这句 他必死身体又活过来 又活过来 那个就不是必死的 这是哥林多前书说的 活过来是灵性的 死的是什么 殊土的 活过来是属灵的 说没说 那一圈都说 死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什么呢 荣耀的 死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什么 强放的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死的是哪个 你必须搞清楚啊 有活过来 假如你就从 自灵意识 那么一理解 就从自去理解 你永远也不能 明白那里的经义 对不对 那个就不是生命了 所以圣经 给两部分人看 一部分属血气的人 他都看到的是什么呢 自灵 那么一部分属灵的人 他看到的是灵意 经义 对不对 当他看到这个话 就是灵 就是什么呢 生命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生命 对不对 当你真正的看见圣经的话 是灵 是生命的时候 你才得到这句话 你若没看见这句话 是灵 是生命的 那你还没得到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你的生命 因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自去这角度去看 是不是 被圣灵引导 进入真理的 就是进入到灵意 这句话听清楚了吗 被圣灵 圣灵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真理 他要往哪里领呢 往灵里领 往经义里领 往什么呢 往灵意中间去领 那么这个圣灵 所达到的目的 在你身上实现了 这叫实行救恩 实行救恩 圣灵是不是实行救恩者 他如果不能把你 领进这个生命之道 不能把这个 这个自去变成精益的 那你没得到 这句话不是你的 这句话不是你的 是不是生命 感谢主 这是神的电 你说这句话 你看 这是神的电 这是圣电 我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电 来 说说来 他得没得到这句话 没有 我们那个地方 正在建电呢 得没得到这句话 没有 教会是基督的灵工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不是用砖瓦石头盖起来的 对不对 是基督 那个灵牌石 我们在灵工上建立的灵石 活石 对不对 那么是灵 跟肉没关系 对不对 那灵是谁的灵呢 是主的灵 是我的灵呢 是教人活的灵呢 还是 堕落的灵呢 教人活的灵 教人活的灵 对不对 不是堕落的灵 不是亚当堕落的灵 好不好 那么灵工那个灵 是堕落的灵 还是主的灵 主的灵 你来得生命 好不好 得我的灵 对不对 你得到我的灵 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得到我的话 就等得到灵了 得到灵 就等得到生命了 对不对 听清楚了吗 听没听清楚 听清楚 这是奥秘的话 只有那些个属神的人 上帝才把奥秘 向他揭开 好不好 向他掀开 叫他看见里面的奥秘 对不对 不是属神的人 上帝不让他明白 叫他开始看见 就不晓得 听是听见 就不明白 这是圣经 他也读圣经 他读来读去 这是圣经 哪是圣经 若及圣经 他读来读去 那个教堂是圣殿 是圣殿吗 是 他读的全是自愈的 没得到生命 今天我们要 把它读出灵了 那就是什么呢 灵 那就是什么 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对不对 现在说 主说那教堂活的 乃是什么 灵 好 那么现在第十点 他说 主 对我们说 说的话 就是什么呢 灵 就是什么呢 生命 那么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现在就把主的话 真正的那个精一 接触起来 它就是灵 就是生命 完美接触起来 它是什么 自觉 自觉 听懂 有了我的命令 要去遵守的 这是爱我的人 爱我的人 毕蒙我父爱他 我也爱他 并且要像他怎样 谢谢 我一天讲圣经 给弟兄姊妹 查了好多好多的圣经 我从来没有随便的 给弟兄姊妹 查过去 一旦而过就过去了 每一段经 我都跟弟兄姊妹 都讲的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你才能从中 才能获得灵 获得生命 从这一句话中间 去获取灵和生命 听没听明白 圣灵的工作 它是叫你在的话语中间 获取灵 获取生命 这是属神的人 必要在神的话语中间 来获取灵 获取生命 属肉体的人 获取生活 获取自居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属肉体的人 看见却不晓得 听时听见 却不明白 对不对 虽然一本圣经 但有的人 能看见 它是生活和自居 有的人 能看见灵和生命 听没听明白 那么上帝就把 两伙人 一部分属神的人 一部分属鬼的人 对不对 这两部分人 都叫他看 属鬼的人 能看到什么 能看到什么 自属和生活 听懂吗 这个人在讲自居 在讲生活 把他主的话 讲生活 你就知道 他不是属神的人 好不好 他再夸夸其他 你也不要听他的 你听他 害的是你自己 听没听明白 因为主来了 赐生命 是不是 并且叫羊 得得更丰盛 他讲的是生活 是不是 你一下就能辨认出来 就不是主的牧人 不是主兴起的牧人 有没有分辨 不管谁讲 他就在这里讲 那么现在咱们教会中间 有寄身的讲 就在咱们中间 有寄身的讲 对不对 寄身讲就是 把主的花 不单的 当成生命吃下去 好不好 那么今天 我还要专意 去接受 那个叫我活的灵和生命 就这个生命 在我里面做主做王 好不好 不是那个亚当 那个生命 在我里面做主做王 还要接受基督那身体 和基督那个灵 那个生命 好不好 叫基督全权的 在我里面说 基督是我的生命 要这么做好不好 我若不信道 我就得不着灵 得不着生命 我就信道了 才能得到灵 得到生命 对不对 因为他的花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是不是这么说的 他实实在来 就这么说的 是不是 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像我说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是指犹大说的 现在教会犹大可多了 教会就是犹大 对不对 卖主卖油的 你看能从这个道上 偏离下去 那都是犹大 我一点不夸张 就说 保证是犹大 他保证是卖主卖油的 你听明白了吗 他保证是无生命的人 有生命的人 他知道这个重生得救 这个道讲得特别清楚 下面我几乎接受不了 我慢慢的祷告神 不 他就要 不 我说错了吗 那手像什么 像捞财敬导 是不是 我还好讲错了 你看他安静的人 他有生命的人 就安静下来 我这个地方领受不了 我祷告 我看看神怎么带领我 我这个地方领受不了 这是重生得救的人 一个 当他这个地方 他领受不了的时候 他一个最明显的反应 他特别安静的 因为他里面有圣灵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一出 不是 不是这样 听清楚了吗 他圣灵写在个人身上 弟兄啊 快快 你加我微信 我告诉你 王号讲错了 姊妹啊 加我微信 王号讲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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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看他安静不 你看马上就急了暴跳的 是不是 急了暴跳的 现在马跑蹄子 是不是 你看到我马跑蹄子吗 马的那个酸 你太闹心了 他在那当 当当 在那跑蹄子 是不是 他干嘛跑蹄子 闹蹄子 他为什么闹蹄子呢 因为 这个道 跟他有什么呢 有冲突了 跟他所理会的有冲突 因为他住在哪里头 住在肉体里头 那么我们住在哪里头呢 我们住在哪里头 我们住在祈祷里头 所以道跟他无异了 所以 因此他 他就这么 安静不下来 根本不是祷告 一下把马上拉回来 那是 两个伙子 你说你那伙子 拿着我那伙子 咱俩灵不通了 你看他就说这句话 对兄姊妹 凡从神生的 必爱 要爱生他之神 也必爱从神生的 听明白吗 不能说咱俩灵不通 那 你说 我还好讲对了 得救那样讲对了 我里面是主的灵 你说咱俩灵不通了 你是谁的灵 你是谁的灵 说呀 说这话的人 他表面他自己 否定他是神的灵了 是不是 晚一号 其他地方都讲对了 我说其他地方 他也没明白 没明白的人 他就是没明白 是不是 我是从晚一号 那听明白的 但我现在 跟晚一号 灵里不通了 所以我要跟晚一号 封开 我要把他拉黑 我拉黑了 以后我就下地狱了 傻瓜不傻瓜呀 这人被魔鬼玩的 地狼传 对不对 被魔鬼玩死他 是被魔鬼玩的 这样人呢 最后死的 无葬身之地的 对不对 你不信你看看 所有的 背着道的人 第一件事 把我先拉黑 人家都一个跟一个 觉得 拉黑 为什么拉黑呢 因为他自己都说 我们俩灵里不通了 他说晚一号 讲的对 就这地方讲 本帝剩下讲的 全都对 把晚一号拉黑 我们俩灵里不通了 他里边是什么灵 明显里边是邪灵 对不对 那怎么邪灵进去了呢 说明他从起头 从起初听道就没 根本就没认真听过 是不是 从起头 就在哪里听道 住在肉体里 住在亚脏里听道 你说能明白吗 我讲这道 这多深啊 你要不是没有基础 能听了吗 你要没有基础 你听这个道 你根本听不了 因为太深了 这不是属肉体的人 可以领受的 是不是 这是包括的 外事中间 神所设立外事中间的 那么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你属肉体的人 能看透吗 他保证说错呀 他属肉体 他都要告诉他 就要那老亚脏 那个老灵 你还不要在耶稣基督 又换个灵 换个灵 换个灵 不就换个人 换个人 干不干 干也不干 咬死你 撑狗了你 真的 你没看着 你没看着 那接着我那眼珠 就这样 那疗牙都露出来了 差点把我吃了 你说要重生得救的人 能会这样吗 感谢神 赞为主 神记得王弟兄 把道具奸给我了 对不对 你有感恩的心 上帝叫你下边 这样也能听懂 你要没有感恩的心 上帝说 你是以为有 把你有的夺过来 给他 给他有的 对不对 你自己以为有 你没有的 自己以为有的 把他夺过来 给他有的 是不是啊 神是这么说的 耶稣是不是这么讲的 没有的人 自以为有的 因为你从起头 就是领受来的 领受来说明 魔鬼不会放过你 会 实时的盯住你的 最后呢 迷我 迷我 听到叫你 上这点点 上那点点 这个听到头 拿成个尾 最后叫你不正常的听到 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这样听到 你看不看 我讲到 他是有顺序 往下讲的 是不是啊 就记过我 我从第九讲 往下讲 我也是认真地 往下按顺序讲 你只要按顺序听 你就不难听明白 是不是啊 你就一定会听明白的 但有一些人 他最后呢 他走来走去 他不走正路了 对不对 像他瘸腿 瘸腿 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他保证 走路的时候 他保证不直线走 他歪来歪去 往那 那沟旁边歪 是不是 弟兄姐妹 这些糊涂人 简直糊涂头顶啊 他不知道 你没有尾度 在他里外做工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这个道是出于神的 你不要在我里边迷惑 他是连抵挡都没抵挡 来请 莫贵呀 咱俩一会儿聊 我跟你走 我反正瘸腿 我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我就跟你走了 你往哪走 我就往哪走 残疾人 是不是残疾人了 你说这个道理 你说你也听好了 是不是得荣耀啊 不但得就能得荣耀 你要今天抵挡了 说明你今天里面没有重生的生命 你看有重生生命 我都看出来 那有重生生命 他那像向日葵的脸 听道的时候 跟那向日葵一样 向着太阳 向着主耶稣基督那个光 那个脸就能看出来了 是不是 那要听了道那脸啊 哇啦 像他长白山那个脸一样 这么长 是不是 流泪三天 泪到嘴边 流了一滴眼泪 一滴眼泪 流了三天 才流到嘴边 你说这 尝不尝 哪尝 这脸够长的 是不是 你说能好不能好 是不是 听到咱给自己得生命的 不是给别人听 那你不认真听 不就骗的不是别人 是骗自己嘛 是不是骗自己啊 你玩不是玩别人 你把自己玩完了 把自己生命玩没了 听清楚了吗 弟兄姊妹 听明白了吗 我们一从来闭目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谢谢你 阿们 感谢你引导我们 阿们 将你的话赐给了我们 阿们 因为你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阿们 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阿们 我们跟从你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今天都来得你的生命 但有些人不来得生命 他觉得这道已经错了 因为这道是圣经的话 他们觉得错 这是魔鬼给他的意念 谢谢天父的恩典 保守了这里的弟兄姊妹 是他们能够看见 属人的亮光 是他们认定了这道 是从你来的 阿们 谢谢天父的恩典 是你的羊 必听你的声音 你的羊不跟生人走 你必要领你的羊 把他们领到清早 及汽水旁 是他们吃饱了 喝足了 就躺卧在 安息在主你的脚前 阿们 谢谢天父的恩典 按照你的旨意 继续地伸给这里的教会 给这里的每一个肢体 是他们都能明白你的救恩 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也就是网络的教会 得到从天上来的供给 也赐福网络的教会 使网络教会 更加的蓬果的发展 主啊 因为现在网络上 已经被封杀了 在百度里头 我们现在搜 讲到已经很困难 今天 优酷网封了 土豆网封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网 会不会受到仇敌的攻击 就求你按照你的旨意 封闭仇敌的眼睛 就求你按照你的旨意 也开启那些人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把网络打开 使众多弟兄姊妹能够从网络上得知你的救恩 谢谢天父的恩典 保守你自己网络 使你的网络能够畅通无阻 不受仇敌的攻击 按照你的旨意 照着我们祷告 给我们成就吧 因为你说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靠门的就向你们开门 因为我们不是祈求生活 我们不是祈求肉体的享受 我们乃是祈求你能够把 优酷网和土豆网给我们打开 让我们能够在那里传讲 在那里上传这个福音的视频 求你按照你的旨意给我们成就 我们同行合一的祷告 就求你在天上垂听 你是仇敌报回蒙羞 你是撒旦报回蒙羞 因为他封锁网络 就是恐怕人通过网络来接受你的救恩 因为魔鬼已经红了眼 因为他知道这个道是借着网络 很快就传出去了 所以魔鬼就很快的封锁了网络 谢谢天父的恩典 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你自己的羊 使你自己的羊都能听见你的福音 照着你的旨意运行 不要按照人的意思 应用我的祷告 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 感谢神的恩典 神赐福弟兄姊妹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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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